不只是股东会发的鼓励 哪些股票还有机会涨 现在该怎么观察六月的选股呢 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回归到业绩面为主 尤其刚刚谈到机长IC设计 大家市场会去看有所谓对岸的转单题材 所以说最近的联发科或者像是世新KY 这个技术面都很强 那再回到刚刚谈到的翼龙 因为在公布出来 还算是蛮早公布的五月营收 再度写下新高 这个就是有基本面的支撑 那最重要就是来自于第二季 整个NB市场的一个极端效应 挹注之下 目前看起来云运状况是很好 尤其投信跟外资的一个部分 也是过去这阵子连续站在买方 所以六月份的选股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业绩面之外 法人的筹码你也可以把它列入参考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第二季有所谓的 法人的所谓的一个基底座上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 就是你可以见到 有法人开始回补动作的一些加码的个股 那很有可能在六月份 他们会持续去做一个推升 那刚刚谈到业绩发表会的部分 翼龙也是在昨天这个政教所举办的 这个业绩发表会当中 也释出来蛮正面乐观的讯息 所以今天的股价也有给予 比较正面性的一个平等 所以在今天来看 同样也是在这个 爱系设计这块比较上游的 像是爱普的一个部分 其实市场上也给他比较有所谓的一个转机性的期待 因为他切入到比较利基型的这个机体IC这一块 你看最近的股价非常强势 尤其今天又写下了新高 来到273.5 投信的部分 呼应刚刚谈到的一个论点 投信过去其实在爱普 琢磨度不高 但是过去这两个交易日开始转买了 投信是连二买 所以是不是很有可能这一类的中小个股 就会是法人锁定的作战标定 那刚刚谈到这个记忆体IC这一块 在今天贵满也要举办法说的记忆体的这个模组厂 好像是4967的石权 也是有这样的味道 我们下午也可以去留意他这个法说所释出来的一个讯息 外资在过去也是连三买 而且你看他的一个获利数字来看 也是具有基本面支撑 因为石权切入到这个高速运算 所谓客制化当中的这种记忆体模组的部分 毛利率相对较高 所以他在今年第一季 单季就赚了两块二八 比去年全年赚的还多 那来到目前第二季来讲 原则上整个记忆体的一个模组的出货 甚至配合中下游的客户 尤其这种高速运算 伺服器市场的部分 语音状况拉获的一个效能应该还是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六月份可以看到一个叫卷资比 石权的卷资比 目前是来到69% 也相当夸张 跟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些 强势嘎空股的筹码面很雷同 尤其像是之前聊到的金像店 卷资比也超过五成 所以说今年以来金像店股价也大涨了三倍之多 所以刚刚聊到这种比较具有筹码面偏多 甚至还有这种所谓高卷资比的个股 那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六月份 这一些都会是多头的聚焦重心 好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金像店有一点涨多之后的整理 其实外资有连续卖出四天的时间了 这个金像店的卷资比例 其实在上周最高有62% 但是融卷空单的回补之后 卷资比降到51% 等于说会不会原本嘎空的题材 有稍微比较降低呢 好 那现在金像店就等外资什么时候不再卖 股价就有机会稳定了 另外就是刚刚来宾呢 玉堂提到4967的石权 石权的卷资比例增加到69%了 哇 100张用融资做多 就有69张是融卷的放口 所以是不是会有继续的嘎空题材 密切来追踪哦 好 我们发现到在今天 低润模组的部分 石权 微钢股价有比较持稳 那之前比较下跌的像旺红 目前还守住了季线的卫子店 华方店也守住了月线的支撑 所以前几天跌的 今天又出现紫稳 昨天跌停的翔硕 现在是涨25元了 所以发现到好像有的股票就整理之后 第二天也没有再继续下跌 这个就是盘面 会不会有一个轮动的观察 不过我们再看到 就说今天的大涨之后 隔天会是如何 其实我们有看了一下 在今年3月20号之后 只要台湾股市当天涨200多点 并且是爆量 结果隔天下跌的幅度居多 怎么说 今年的3月20号 今年3月20号当天 台湾股市是上扬了500点 结果隔天跌掉了340点 这是3月20号 后来又在4月17号的时候 台湾股市当天涨了200点 隔天是跌10点 那下一次就是4月的30号 4月30号当天 台湾股市涨200点 就隔天跌掉了270点 发现到过去这三次 当天都是带量涨 当天都有2300亿的大量 当天只要有2300亿大量 涨了200点以上 隔天都是下跌 那今天来看 现在大盘涨159点 并没有涨200多点 而且成交量可能也没有到2300亿 所以明天还会不会继续涨 这是一个观察 那明天会不会涨 当然很多的原因 我们来看美国的期货盘 现在美国的期货盘 上扬0.2%到0.4%的幅度 所以明天之后会不会继续涨 这是耐人寻味 不过月堂你有看过这个星期 三天涨350点的记录吗 如果这个月刚开始就已经大涨了 代表6月会很热吗 6月的股市会很热吗 还是你觉得有点过热 所以再帮我们来留意一下呢 有没有过热 原则上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从量能的角度去追踪 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维持在像这几天 可能大概1800上下左右 原则上我觉得还不算过热 当然就量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 因为从国际的一个股市角度来推断 美股的四大指数看起来 还是走是蛮强劲的 尤其最近稻穷的一个部分 还是蛮具备一个支撑性 所以我认为对台股来说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角度来讲 还不算过热 可能真的过热的话 我觉得量 你可能见到 可能爆出来接近可能 像过去这一段日子 比较过去这几个月比较大量 可能接近2200 2300 然后有点利多涨不动 爆量黑K 那可能是初步的景序 目前没见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之前有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最近外资的一个动作 看起来跟5月份不太一样 因为5月份几乎外资 就是天天卖 就是卖多卖少而已 但是6月份回来 看起来好像 这个外资的心态转多 尤其配合新台币的汇率 我觉得在这个礼拜一 我们特别跟各位谈到 是不是6月份 这个资金的一个汇入之下 新台币的汇率走深 这种所谓的一个法人的操作 会跟5月份 有不一样的风貌 目前看起来 似乎有符合这样的味道 尤其6月份 目前这三天的一个大涨 最不同的就是 5月份我们常谈到这个盘 几乎就是OTC为主 我们就强调小型股 OTC领长 然后集中市场 当时我谈到 5月份大概就是 上涨压力1万1 下涨支撑可能1万0800 但是6月份 已经突破了这个区间之后 反而集中市场的走势 最近看起来 都还比OTC市场来得强 那就代表 外资市场大户法人 已经开始有回补整个台股的动作 因为一定是先往大型股去做一个着手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认为以目前的形态来看 应该是指数还有空间 所以个别股的部分 就像刚刚谈到的 既然指数维持在一个 比较强势的一个多头架构之下 那一些比较具有题材面的 有基本面的个股 还是可以比较乐观期待 好 那所以目前来说 台湾50的股票 今天真的是电高指数的来源 像是日月光投扣 目前66块8 大力光4270元 今天大股票明显的往上来发动了 甚至台达电 台达电在下周三会举行股东会 好 大力光下周三也会举行股东会 台积电是下周二举行股东会 玉塔 因为最近又有很多要开股东会的公司 那是不是这个也有一点点股东会的行情 可以期待吗 当然可以啊 其实因为在今年来讲 其实历经的上半年 比较算是全球景气的一个低迷之际 其实股东会第一个 多数的公司啊 其实都是给这个股民啊 这个信心喊话啦 因为毕竟股东会上来说 也会希望这个支持公司的股东 能够继续这个看好公司 那公司派也认为 因为毕竟从全球的景气面来看 下半年的复苏的一个力道是可以期待 只是是所谓的U型啊 V型 Nike型 当然市场还不确定 不过原则上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最坏的情况 可能也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在近期一些 召开股东会的公司 尤其我觉得最近指标性的 大家可能就是看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在下周 因为台积电最近 这个市场的多空消息也很多 尤其外资最近对一些 台湾的这些电子股啊 提出来的报告 原则上都偏空 但是看空的公司啊 其实股价反而不跌啊 还一路上涨 像台积电最近也是 外资市出来的报告 是认为所谓5奈米的建厂 3奈米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过程啊 会延后半年啊 但是当天就被台积电打脸 台积电说其实整个 这个扩建啊 先进制程的研发啊 是没有延后的 当时也谈到 是不是这些设备商会受拖累啊 马上就被台积电打脸了 所以说在这个下周的股东会 那台积电的一个 应该说第一个 对于今年资本支出的一些 看法等等 应该我就会释出一些讯息 甚至股民就想问的 这个到美国设厂的一些部分 这个对未来整体的运营状况 甚至是说 部件的一个策略是怎么样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好 所以目前台积电 即将准备下周二 那么股东们可以来参加股东会 听看看公司的说明 那当然台积电今年最大的决定 就是要前进美国 预计明年动土 四年之后正式的量产 5奈米的技术 台积电现在300元的价格 这台积电的部分 它是要发公司债 它是要向股东发行债券 那国据跟友达是直接的向银行 来办理连贷案 跟银行借钱 因为现在真的全世界 利率真的还是很低了 韩国上周才刚宣布 把利率又降低了两码 把利率压到历史低 今天韩国又再度的宣布了 他说要追加35兆韩元 相当于288亿美元的预算 韩国追加了288亿美元的预算 所以韩国央行一直在撒钱 现在韩国股市就大涨2.7%的幅度 所以目前韩国是透过了货币政策 透过了政府的撒钱带动股市上扬 现在韩国涨2.7% 日本涨0.8% 香港涨1.2% 所以其实最近美国 日本韩国还有台湾 都刷新了三个月左右的新高价位 所以目前整个美国跟亚洲 都有刷新了将近三个月高 刚就问来宾说 这个会不会就是多头结构的来临 这个值得来观察 那当然玉堂提到 要回归基本面来做留意了 基本面就是要看 有没有赚钱的数字 3661的市新 其实市新有公布了 自行结算的这个获利数字 市新在4月 一股是赚0.92元 虽然说看起来本益比有点高 但是今天的股价竟然刷新了历史高 下周11号也会举行股东会 这个市新 现在盘中市震荡又回到了掌停板的数字 所以玉堂 市新已经刷新历史高 其实早上翼龙店也创了挂牌的历史高 那他公布5月营收创历史高 今天会有一点这个算是利多顿化吗 还是说这个营收好会支撑他的股价呢 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到利多顿化的一个看法 因为第一个今天量没有爆的特别大 因为反而公布营收钱 甚至刚刚谈到的就是说 证教所取办的法售钱 已经市场有买盘先行做推升 前两天量还比较大 因为今天的预估量应该是不会超过前两天 那以1.5来看 当然今天或许极短线有这样的味道 我觉得说因为毕竟营收工目前先涨 当然都是来期待利多 但是为什么我认为还有需要的空间 因为第一个我刚刚有聊到 投信的买盘大概前两周才进来 所以原则上应该不会做这么短 那外资也是过去一周 又再做一个近期的加码推升 尤其技术形态5月份 是先行做一个拉回的量缩整理 是大概过去这五个交易日才放量喷出 那五日线它守着相当稳 尤其距离五日线线都还有一定的正乖力 代表多方的动能它还是很强 所以就翼龙来看 我认为它应该是还有所谓走生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扩大来看 一些比较具有所谓营收期待性的成长股 尤其IC设计这一块 昨天大概带到几档 像是同样也是有受惠NB几单的 像是Type-C控制晶片的创维 当然它的营收还没公布 不过它的三四月营收 都分别有年增73% 59%的成绩 市场期待性也很高 那再来像是散热的 301T的齐宏 我觉得也有买盘先行做卡位的味道 因为昨天外资是一口气买了4000多张 那齐宏的技术面看得很清楚 过去这从五月中以来 经过了横盘整理之后 最近是均线突破的一个周扬 那关键也在于 因为它的四月营收是一举跳增 月增九成年增29% 那很有可能五月的营收 就301T的齐宏来看 可能有机会较出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这些法人的买盘 都是有一点先行压保 这一些所谓的业绩成长股 再来你看到像是2385的群光 群光当然我觉得都主要围绕在 可能都是第二季 这种NB级当所谓的一些 相关领主件的个股 群光也是一样 你看在投信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聊到的座帐 这个前五个交易日才刚开始装满 你看群光的技术线 五月大半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整理 就在过去大概这五个交易日 才开始带量转强 突破年限的一个反压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五月的营收 我个人来看 应该会比四月都还有不错的成长 所以这一些你见到所谓的 尤其去观察三十月的营收 有明显增长 尤其它产业的布局 是所谓的在我们之前谈到 这种防疫之下 有极单效应的 比如说远端 远距办公 NB周边零组件的个股 可能五月的营收都不错 如果你又看到有投信外资 在近期开始回补的动作的话 那我认为这就非常有可能在 接下来或是六月份 所谓的这种业绩成长 搭配法人做这样的 这种比较强势性的一个多头指标 好